同学们好 继续学习股份支付 那上节课是谈到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 我们一起看一个例子 假公司为上市公司 采用授予职工限制性股票的形式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2013年1月1日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 向100名管理人员每人授予10万股自身股票 每股比股票面值为1元 授予价格每股是6块钱 当日100名管理人员全部出资认购 总认购款是6000万 每人10万股吗 100人 然后再乘以授予价格 假公司履行了相关增资手续 假公司估计该限制性股票 股权激励在授予制的供应价值 每股是6块钱 比如现在的市场价格要是12块钱 职工每一股6块钱来认购 那它的供应价值就应该是6块 就12减去认购价 那它的体现供应价值 激励计划规定 这些管理人员从2013年1月1日起 在假公司连续服务满三年的 所授予股票将于2016年1月1日全部解锁 就是简化一点 不是分期解锁 分期解锁认为是几个仔细化 就完了 期间离职的 假公司将按照原授予价格每股6元回购 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1月1日期间 所授予股票不得上市流通或转让 激励对象因或受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 股利由公司贷管 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向激励对象支付 对于未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假公司在回购股票时 应扣除激励对象 以享有的该部分现金股利 所以这是现金股利可以撤销的 因为说了 没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回购股票时应扣除激励对象 以享有的该部分现金股利 你原来比如说 贷管 那你最终说 原来是要回购他的股票100万 由于分股利分了80万了 那我就再给他20万 就把这份要扣掉 2013年度 假公司有5名管理人员离职 假公司估计3年中离职的管理人员 合计为10名 那就在2013年底 估计能够行权职工人数是90个 那估计不能行权的职工人数就10个 当年宣告发放现金股利 每股是1块钱 限制性股票持有人享有同等分配权利 2014年度 又有两名管理人员离职 假公司将三年离职人员合计数 调整为8人 就在2014年 认为呢 离职人数可能会有8人 但到2014年底 真正已经走了是7个人 当年宣告发放现金股利 每股是1.1元 2015年度 假公司没有管理人员离职 那最终到2015年底 实际上是走了7个人 当年宣告发放现金股利 每股是1.2元 讲定假公司管理人员离职均发生在年末 不考虑其他因素 要求 1.编制假公司授予日的会计翻录 2.编制假公司等待期内 各期确认管理费用和资本公期的会计翻录 3.编制假公司等待期内 各期分配现金股利 及股票回购的会计翻录 4.编制假公司解锁日的会计翻录 那我们一起看一看 这个题目 对于现金股利这一块是可撤销的 好看一看答案 第一个是假公司授予日 激励对象任交的股款一共6000万 股票是1000万股 反映股本里面的金额是1000 差额反映到资本公积的股本溢价里面是5000 所以从法律形式上来说 已经有这部分股票了 那你股本里面就应该反映1000万 然后 由于存在着一种将来要偿付的义务 所以我们还要确认其他应付款 确认一项负债 那下一笔分露借库存股 这一部分股票呢 虽然激励对象持有 但将来我们可能要把它回购 如果你回购自己的股票 就反映到库存股里面 所以借库存股 将来有付款义务 现在没有真正说回购 代其他应付款 是这样来进行处理的 所以从法律形式上来说 股本也体现了 从这个经济业务实质上来说 它有一种承担负债的这种义务 我们也体现了 这么做的 6000万 我们各期确认的成本费用 进入管理费用的基额 因为是管理人员 2013年确认管理费用和资本攻击 就跟我们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股票期权的处理在这就一样了 2013年底 100名职工有10个人 你走了5个 估计还会有5个人走 那就能够行权职工的人数 一定是以期末可行权最佳估计数来估计 每人10万股 然后 在授予日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6乘以6 这应该是三年里面 往费用里寄的总的金额 2013年寄多少乘以三分之一 所以是1800万 会计处理借方 借记管理费用1800 带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1800万 这就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每期寄费用 同时寄到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那再看2014年12月31日 确认管理费用和当期寄资本攻击的金额 100名职工 13年走了5个 14年走了2个 估计还会有一个人走 那也就是说 预计有8个人不能行权 能够行权职工的人数是100减8 每人10万股 限制性股票再乘以6 这是站在14年底来看 三年中往费用里面寄的金额 过去的两年寄多少 乘以三分之二 过去两年呗 那把第一年寄的1800万扣除 就是14年记录的是1880 会计处理借记管理费用1880万 带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1880万 再看2015年12月31日 100名职工 实际最终是走了7个人 因为在15年没人走 就是13年走了5个 14年走了2个 最终行权职工的人数 现在是93了 每人10万股 再乘以6 那应该是三年中往费用里寄的 把头两年已经寄的扣除 减1800再减1880 等于1900 那借记管理费用 带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1900 好 这是等待期 也就是说这个服务期限 这段期间的会计处理 我们下面就是看现金股利这件事情 那对于现金股利 这个现金股利是可撤销的 所以我们在核算的时候 那应该是要通过利润分配 就如果说能够解锁的这一部分 要通过利润分配 当然就是能够解锁的现金股利 你别管撤销不撤销 都要通过利润分配的 不能解锁的一部分 比如人已经走了 那这一部分当然不是作为利润分配来处理 所以先看一看 站在13年底来看 估计能够解锁的这一部分 估计将来能够行权 和可以真正得到股票的这一部分 现金股利数 13年12月31日 是预计未来可解锁 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现金股利 100名职工 估计有10个人 不能解锁 就是这10个人的股票 我们要把它给回购回来 是这样 那能够解锁的就是90人 每人10万股 每股股票股利分的是一 这就是说 未来能够解锁的 可解锁的现金股票股利是900万 只要是预计能够解锁的 在前面跟大家说过 就他们可以行权了 股票呢 就一直会在他们手里 那我们站在股份有限公司角度上 就是一种利润分配的形式 那再看 13年12月31日 预计未来不可解锁 限制性股票 持有者的现金股利 有10个人 估计不会行权 那这一部分就不能解锁了 10个人 每人10万股 限制性股票 然后现金股利1 那这部分100 你要未来不能解锁的 就不要把它反映成一种利润分配的形式 也就是说 这一部分股票 不会再激励对象了 将来它再持有了 我们以后呢 就是相当于把它自己回购一样 那两个处理就不同了 所以先看未来能够解锁的这一部分 只要是未来能够解锁的 通过利润分配 借利润分配应付现金股利900 是这900 代方应付股利限制性股票 就是应付股利也没关系就行了 900 那这一部分因为现金股利可以撤销 所以就要把原来 那这一部分呢 就已经曾经确认负债 确认负债什么意思呢 说未来有回购义务 我要往后回购 你要拿钱去回购 但这一部分呢 已经是付了 股利了900万 900万我还可以把它撤销 那就意味着拿这个900万 我们已经回购了一部分 所以其他应付款就相应的应该要减少 那借方借记其他应付款 那我们库存股 原来所记的相应的应该要跟着减少啊 就是我们原来说负债的义务 库存股 那就借记 其他应付款 代方代记库存股 900万 好 只是说 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 能够解锁的 它享有 那你这库存股就没有意义了 就是我们这一部分 不会再以库存股的形式存在了 那你以股本那种形式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说可以解锁 再看下面 如果未来不可以解锁的 就是那十个人 这一部分股利又可以撤销 所以借方借记其他应付款 代方代应付股利100 你这一块就不能借其他应付款 代方代股本 因为什么意思 说这一部分不能解锁 不能解锁就认为是要把那部分回购嘛 那你回购库存股就不能充啊 原来我们认为就要回购 反应到库存股里去了 那你不要充它 但是因为现金股利可以撤销 我们付的现金 其他应付款肯定要减少 跟前面不同在什么地方 前面讲 那要是能够解锁的 能够解锁这部分 不会以库存股的形式存在 而你原来认为 有一股回购的库存股 所以这一部分 把库存股就要充了 那不一样的地方 再说 只要不能解锁 那你不要通过利润分配 不能解锁 认为这个股票 根本就不是属于 那个几率递项的 那就不是利润分配的形式 好我们看 在13年12月31号 你要回购现实性股票 因为有五个人已经走了 那走了之后 这部分股票呢 你就认为是回购 不是说等到16年1月1号再说 实际已经走了 但你不要按照10个人做 说有五个人是估计的 估计那部分你不要处理 只能是说 有五个人已经走了这一部分 就认为回购呗 我们回购怎么进行处理啊 如果说原来的股利 你还没付给他个人呢 反映到应付股利里去了 我们总的是 这五个人 每人十万股 原来说好回购价值6块钱 乘以6 这总的要支付300万 这300万我们应付股利 因为这部分股利可以撤销 不给他了 所以 应付股利 现在向股票股利 这五个人乘以1 再乘以10 每股股票一块钱 五个人乘以10 50再乘以1 那剩下的就充减其他应付款 你总的是 每一股呢 当时回购价6 但是分股票股利分了1了 就每一股就剩5块钱了 所以把其他应付款 每股按5块钱充来 你这个股利可以撤销 然后 那这一部分 库存股肯定要把它给充掉 股本也要充了 就是这五个人 他的事情已经了结了 我们建方借股本 5乘以10 50万 股本反映的金额是1 乘以1 这是股本 然后库存股 五个人乘以10 每人10万股股票 再乘以6 因为当时安州6反映的 差额反映到资本公积股本 一加250 这是说13年底 已经有五个人走了 那把这部分 走的人 已经就都处理完毕 再看2014年 12月31日 预计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 持有了的现金股利 你每年年底都要重新估计 那人你原来估计走几个人 现在真正走几个都得到年底 重新算吗 前面也谈到了 预计可行权情况 最佳估计数吗 要确定它 我们看看14年底的时候 有多少人 可解锁的到14年底 一共有多少 先算累计数字吧 100名职工 走了七个 估计还会有一个走 那就是能够行权职工的人数 100减8 是这个数 每人是10万股 13年底宣告了每股是11 14年宣告每股1.1 所以每股现在累计数 到14年底的股利是2.1 1加1.1 那累计股利应该是有这么多 但在13年 就是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持有者 股利是900 把900去掉 等于1032 这是14年本身的要做的 我们再看 那14年12月31日 预计未来不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现金股利 不可解锁有多少人呢 说在14年底 在14年底预计会有8个人 就是不能行权 那14年估计的有多少呢 又有三个人 又增加了三个呗 那这一部分 每人10万 就说因为我们当时啊 14年底估计有8个人 已经走了7个 估计还会有一个走 那这一块的股利呢 1加上1.1 就是说预计不可解锁的 然后有五个人已经走了 那五个人当然不会再涉及14年分股利这件事情 但是呢 股利在13年的时候 他已经有过了 所以1乘以5再乘以10 而总的预计是8个 有三个人 他当然在113年的股利有 14年股利也有 所以这一块呢 在三个人乘以1加1.1 然后再乘以10万 这是1乘5加10 1乘5加10只是有13年的 因为14年这五个人根本不会相有 好了 这就说到14年底预计 未来不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股利 累积数 那再把13年已经确认过的100扣除 那等于13万 都同样啊 先要算累积数字到时候有多少 把以前的一扣就出于当期的 他是这么形成的 同样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那你当期发生的 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股利 可解锁的 将来股票 激励对象是持有的 所以作为利润分配吗 可解锁就利润分配 不可解锁的 不同个利润分配 这方借记利润分配 应付现金股利 当期的是1032 带应付股利 限制性股票股利 1032 那既然说这部分 当期可解锁 我们就不需要进行回购 现金股利又是可以撤销 其他应付款会减少 同样既然你不回购 直接我们贷方 贷库存股 1032 你要是以后有义务回购的 那你库存股不能动 回购本身要增加库存股吧 你说这部分不用回购了 那库存股就冲了呗 1032 然后当期在借其他应付款 贷方贷应付股利 13 这13就是我们刚刚算到的 14年又发生的 未来不可解锁 现实股票持有者的股利 这部分股利呢 借其他应付款 因为是属于 现金股利可以撤销的 所以是借其他应付款 但贷方是应付股利 贷方不能是库存股 原因就是不能解锁 你库存股不能冲 不能解锁 就是认为你买回了 买回了就借到库存股里去 13 那2014年回购限制性股票 回了两个人 因为实际上是走两个 那你这两个人的 还是要进行处理 两个人 每人十万 再乘以当时6 说二周六块钱回购 这两个人的股利 已经累计了2.1了 因为第一年是1 第二年是1.1 2.1 乘以它十万股吗 所以应付股利 限制性股票充四十 其他应付款呢 因为是6 我们有2.1 那你是直接充应付股利了 回购的时候 不是其他应付款了 股利可以撤销 直接可以充 那我们就是 6减车2.1 然后乘以十 78 借方借其他应付款 这叫现金股利 可以撤销 接下来呢 回购注销 借方借记库存股 借记股本 二乘以一乘以十 然后代库存股 二乘以十乘以令 就是这两个人持有的库存股啊 然后差额就反映到资本攻击的 股本一家里面去100 也就是我们在注销库存股 或者说你真正的这几个人 回购的时候的分路 一定是说当期离开的人数 预计的与这个没关 第三 2015年12月31日 预计未来可解锁限制性股票 持有者的现金股利 13年每股是一块钱 14年每股是1.1 15年每股是1.2 然后我们要诚意 14年底能够行权职工人数 是93人 最终只走了7个 15年没走 就是15年没走 13年走了5个 14年走了2个 一共是7个 能够行权职工人数 100-7 每人是10万股限制性股票 那到这一块呢 就应该是累积的 我们把 13年的 确认的900 和14年确认1032扣除 1137是15年的 接下来的15年底 预计未来不可解锁限制性股票 持有者的现金股利 那我们先看一看 到15年底 这个有多少人 离开的人呢 可以说是享受这三年的 鼓励 这三年鼓励多少 1加上1.1加上1.2 然后我们不能行权最终是7个人 有7个人 结果呢 14年走了2个 13年走了5个 没胜 那如果说 真的要是9个人的话 那你这边是9-2-5 是属于15年走的这部分人 是这样的 乘以10 每人10万吗 那这一块是说 15年的数 要是15年真正有人离开了 算他的 不可解锁限制性股票的鼓励是这么多 我们前面也算过 那你算累积数呗 13年的是1乘以5乘以10 14年走的是那2.1 因为一个人呢 是享受2.1 1加乘1.1那数 走了两个人乘以10 这就说 那累积数啊 因为这种累计必须一年一年算 人数不定啊 那我们再把 13年确认的10扣掉了 确认的100 14年有13给他减去 负到21 负21代表什么概念 原来估计多了呗 谁知道吗 原来是认为有8人可以走 结果他没走那么多呀 那有可能会出现负的 怎么进行会计处理 15年当期的1137 借利润分配 应付股利 1137 不说了吗 只要是 未来能够解锁的 通过利润分配来核算 未来能够解锁的 原理呢 也给大家谈到过 就股票就认为是极力对象的 所以你利润分配 既然下面说 他的现金股利可以撤销 所以我们相应其他应付款 就冲掉一部分 也就是将来你即使回购 我们也用不了那么多其他应付款 因为有一部分是冲股利的 应付股利的 借其他应付款 带库存股 1137 也说过 为什么带库存股 我既然未来能够回购 能够回购 那库存股就要减少 你已经先反映到借房了 认为是回购 那现在认为这部分以后不需要回购了 它是可解锁的吗 所以你库存股 原来认为回购的 给它冲掉 那接下来 不可解锁的这一部分 由于算出是负的 就原来你的其他应付款弄多了 我们再借应付股利 带方其他应付款 说到这个时候 你负债冲多了 那我们把它给冲回来 但是在这一块也跟大家谈到了 你只是其他应付款应付股利 与库存股没有关系 讲的是不可以解锁的 不可以解锁库存股 原来记得不能动 我们再看的 在16年1月1日解锁日的会计处理 解锁日时就要把库存股 因为已经完全都结束了 那跟那个其他应付款 就可以形成对冲 这两个数字 你要是前面核酸正确的话 一定没有任何问题 库存股呢有6000 然后你把前面 已经做分路时 涉及到的库存股 我们回到前面看一看有多少 一个一个去冲 最开始是借方的库存股6000 然后我们看在 这一块 第三项有一个借其他应付款 带库存股900 那他减去900 然后我们又有这个项目 就是13年底回购的股票的 带库存股300把300减去 14年底呢 又有个带库存股1032把它扣掉 我们再有一笔分路呢 是带库存股120把它减去 带方都减去 还有一个是1137把它扣除 所以最终会形成2511 那借其他应付款 带方带库存股 然后再把 1800加1880加1900 也就是原来确认的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这一块就要转到资本公积股本一价里面去了 5580 好 这个题目就是 一次解锁的 现金股利可以撤销的 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 如果你把这个题目自己做一做 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做清楚 所以你要关注 我们要处理的一些内容 在授予日时 收到的款项 确认 股本资本公积股本一价 那你说到款项 借银行存款 同时呢 要做一笔 借库存股 带其他应付款 就说我们将来是有这种回购的义务 按照权益工具金融负债那个准则 它的划分 金融工具列报 那应该是要确认其他应付款 就认为我们以后要回购那个股票 库存股 然后库存股 什么时候冲 当有人真正走了 肯定不会享受了 那你就把它给冲掉 就这个概念 然后等到最后 完全都结束了 我们再把剩下的其他应付款 库存股对冲 之后呢 再把原来的等待期内 确认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转到资本公积的股本一价里面来 因为到最后结束时 就不会再存在着以后回购这件事情了 那我们就不会存在着这种负债的义务了 再把它进行对冲 是这样一个处理的方式 好看一下14年考试的一个多选题 下列关于负等待期的股份支付会计处理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负等待期股份支付会计处理 A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相关权益性工具的公允价值在授予日后不再调整 对啊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我们就是授予日的公允 那只要没有说涉及条款的有利修改的字样 就认为以后不再调整 所以他的说法这个算正确 B 负市场条件的股份支付 应在市场及非市场条件均满足时确认相关成本费用 你负市场条件的只要说非市场条件满足时就可以 所以这个不行 C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授予日不做会计处理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应于处理 那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不是立即可行权的也不进行处理 所以也不对 D 业绩条件为非市场条件的股份支付 等待期应根据后续信息调整对可行权情况的估计 那当然了 肯定是要进行调整的 所以这是A和D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单选题 让计算一下确认股份溢价的金额 2014年1月1日 贾公司向50名高管人员每人授予2万份股票期权 这些人员从被授予股票期权之日起 连续服务满两年 即可按每股6元的价格购买假公司2万股普通股股票 每股面值1块钱 该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为每股12块钱 2015年10月20日 假公司从二级市场以每股15元的价格回购本公司普通股股票100万股 你用于高管人员股权激励 在等待期内 假公司没有高管人员离职 2015年12月31日 高管人员全部行权 当日假公司普通股市场价格为每股16元 2015年12月31日 假公司因高管人员行权应确认的股本溢价是多少 我们前面也谈到了要是行权确认股本溢价 如果说有行权价 那你实际收到的款项 再加上等待期内确认的资本公司其他资本公司 然后你去掉股本或者库存股 就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了 要是增发股票 那减去股本不是增发股票 从市场上回购的股票库存股 差额就会形成资本攻击股本溢价 这样一个概念 50名高管人员 每人授予两万份股票期权 那授予日的公允价值12 由于等待期内根本没有人进行行权 等待期里面没人走 我们这里面说将来呢 可按每股6块钱的价格购买 假公司2万股普通股 那一个人啊 那一份期权买一股呗 你说能够得到的银行存款是多少 那也就将50名 每股是6块钱 一个人两万股 50乘以2乘以6 这银行存款 那你说资本公企 其他资本公企等待期里是多少 反正最终看有多少人没走 能够行权的人数 那应该50乘以什么样 乘以两万份 常以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允价值12 那就它呗 然后我们再冲库存股吧 这里说库存股 库存股买100万股 每股是15块钱 那本来呢 是50名职工 2万股股票也是100万 所以库存股100万股 乘以15全冲掉 那差个资本公企股本一价呗 具体来看说 行权时收到的款项 50乘以2乘以6 600万 我们要充减资本公企的 是最终行权的人数 最终行权还是50个人没人走 如果说最终行权45个人 那已经45算 50乘以2 再乘以12 就是授予日权益工具 工具价值12 充减库存股 买的100乘以15 那150呗 这样行权是确认的 股本一价 银行存款加上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的数字 再减去库存股 那就是 股本一价的数 300万 好我们看第六个问题 集团股份支付的处理 集团股份支付涉及到 母公司给子公司激励对象 收予股份 当然也同样涉及 母公司给母公司激励对象 收予股份的事情 那我们按照解释公告 它是怎么讲的 第一个 结算企业 以其本身权益工具结算的 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 作为权益结算股份支付处理 结算企业一般就是母公司 要是母公司 以自己的股票来进行结算 当然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了 没有任何问题 权益嘛 你要体现在 最终是不是自己股票 是不是你这个主体的股票 那是呗就行 说除此之外 要作为现金结算股份支付处理 不是以自身权益工具 就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下面说 结算企业是接受服务企业的投资者的 比如说接受服务企业是子公司 结算企业是母公司 那应当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供允价值 或应承担负债公允价值 确认为对接受服务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 说同时确认资本公司 其他资本公司或负债 这话什么意思 结算企业是母公司 接受服务企业是子公司 激励对象是在子公司提供服务 那你在母公司这一边 不可能借记管理费用等成本费用 因为激励对象没在你这个主体这边来工作 激励对象在哪个主体工作 哪个主体往成本费用里寄 但是我们将来会给他这种股份 所以就要借长期股权投资 如果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带资本公级其他资本公级 要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那贷方就要代计应付职工薪酬 说到这个问题呗 负债就应付职工薪酬 第二 接受服务企业没有结算义务 或授予本企业职工的 是其本身权益工具的 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 作为权益结算股份支付处理 那比如说 接受服务企业是子公司 而结算企业母公司 那接受服务企业子公司 就没有结算义务 没结算义务的这种情况 是作为权益结算股份支付了 或者说 结算企业和接受服务企业 都是母公司 那授予的又是本身权益工具 肯定就是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说到这个问题 再往下 接受服务企业具有结算业务 且授予本企业职工的是企业集团内 其他企业权益工具的 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 作为现金结算股份支付处理 比如说你接受服务企业是母公司 结算企业也是母公司 它就具有结算义务了 但是用的并不是自身权益工具 用的是子公司的股票等 那都作为现金结算股份支付处理 说的就这个问题 我们具体来看会计处理 几种情况 主要关注前两个 第一个结算企业是母公司 以其本身权益工具结算 接受服务企业子公司 没有结算义务 那要是母公司 以本身权益工具结算 肯定是一种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所以结算企业母公司 是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代方代资本公金 其他资本公金 第二个 接受服务企业 没有结算义务的 按照权益结算股份支付处理 他的借记管理费用 代资本公金 其他资本公金 激励对象 为他提供服务 那他要往管理费用里面寄 合并报表上 要编什么样的抵消分路 合并报表上 也就认为是母公司 给自己的激励对象 收益股份 那就是合并报表上 一个借记管理费用 另外一个代资本公金 其他资本公金就完了 所以合并报表上 就要把 母公司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 跟子公司这边资本公金对冲 会编一个抵消分路 就是借资本公金 代长期股权投资 再接下来 说结算企业母公司 不是以其本身权益工具结算 那结算企业就要按照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对待 接受服务企业子公司 没有结算义务 没结算义务他都按权益结算股份支付处理 这是我们的规定 那结算企业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代应付职工薪酬 按照现金结算股份支付的原则处理 比如说按照每个资产负债表日的 供应价值重新计量 应付职工薪酬余格 那他不一样 而接受服务企业 借管理费用代资本公金 其他资本公金 你们说了 接受服务企业没有结算义务 按照权益结算股份支付来处理 他呢应该是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 供应价值计量 那我们会注意到一个问题 结算企业和接受服务企业 两笔分路的金额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按照权益结算股份支付处理的 一个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处理的 但是大家知道 从合并报表角度 是什么样的结算股份支付呢 那肯定是一种现金结算股份支付啊 所以合并报表 我们要做什么分路 把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给冲了 然后呢 资本公金子公司冲掉 差额是反映到管理费用 反映到管理费用 体现一种什么呢 最终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因为我们前面这一块的管理费用 它是按照权益结算股份支付的原则来处理的 我们要把它调整到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说到这个问题 第三 结算企业和接受服务企业 均为母公司 那这跟我们不是集团那种方式的处理是一样的 你就自身权益工具结算的 自己呢 就是借记管理费用 带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 与此公司没有关系 完全是母公司自己的事情 第四 结算企业和接受服务企业 均为母公司 不是以其本身权益工具结算 那就是自己按照现金结算股份支付处理原则去处理 完了 第三和第四两种情况 与此公司没关 也不涉及到合并报表什么抵消的问题 不像第一个跟第二个 你既要考虑母公司的处理 也要考虑子公司 还应该清楚合并报表上如何来进行处理 那这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限制性股票 举了一个例子 因为是今年新增的内容 最好把那例子自己做一遍 就找找感觉 然后谈的是关于集团股份支付 会计处理的一些原则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